中国新闻网报道,据香港媒体报道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结束附近素质行程,24日返抵香港,也就是今天了 在香港机场总结行程时,中央已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关 李家超表示,特区政府会实施联络有关单位,沟通联系,积极寻求共识方案 再报请中央审批,目标在一个月中之前,一月中之前落实 什么叫一月中之前落实,就是一月中训之前嘛 在整个通关过程中,要做到逐步有序集前面 评论的朋友们是都惊呼,是要不要那个通行证了吗 不是朋友 不是不要通行证的意思 目前看来肯定是要通行证 就是不隔离的意思了吧 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这个意思 是一个人的意思